大家好,我是宇文文 很开心又来到脱口秀大会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 上次李诞找我来的时候呢 还是因为前任三 现在呢,他已经有前任一了 希望他前任三的时候呢 我还能再来 可以,没问题 看得出来我这个人说话的 一直都很直接啊 甚至有一点鲁莽 在浪姐刚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我特拽 叫我拽姐 分队的时候呢 宁静姐说 在我身上看到了 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然后呢,建议那姐选我 那姐本来想婉拒的 但是在静姐的强力推荐下 她就直接拒了 这个画面啊 被称为浪姐尴尬第一名场面 但是我其实本人并没有被尴尬到 因为在我看来呢 那姐不想要的并不是我 而是年轻时候的静姐 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次公演之后啊 很多网友都在网上骂我 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能拼了 六场公演 我把我会的乐器玩了个遍 各种舞呢 我也跳了个遍 网友慢慢地 对我还真就改观了 都夸我全能 还说有什么是 余弯弯不会的吗 没有 看到了吗 谦虚我就不会 最让我惊喜的是这样的一个评价 说余弯弯真是牛啊 是百里挑一的音乐人 我说这个百里挑一 那我这个牛是娟山牛啊 是经典娟山有机来选用的珍贵牛种 大约只有百分之一 以后夸我可以简单点啊 说余弯弯 娟山牛 其实不只是我 所有的人 大家都特别地拼 比如说娜姐 你们都不知道娜姐有多狠 她一有空 她就打麻将 但是她打麻将的时候呢 她永远都在练歌 经常就是 你永远不懂 我想背七筒 想白天不懂 也得黑八万 难怪娜姐唱歌 那么好听 你说能不好听吗 哪一首歌 她不得练个十圈八圈的 我后来就特别特别想跟娜姐合作一个舞台 我就在群里啊 加那个娜姐的微信 想找到好好聊聊 结果她设置了那个 不能添加好友的那个设置 娜姐 咱一会儿就把这个微信 咱给加上吧 像你这么经常的练歌嘛 总会有三缺一的时候 是不是 其实姐姐们平时关系都特别好 对我也特别好 有一次呢 我发高烧 就还赶上了录制 所有的姐姐们都来给我送药 我全吃了 阿萨阿娇呢 还特地从香港给我带的药 他们说这个药你没吃过 你一定得尝一尝 我当时其实吃药都已经快吃撑了 但他俩是我的偶像嘛 你们也知道 我说行 命给你 确实在这个节目收获了非常多的友情 但是网友呢 你们也知道 更喜欢磕CP 愣是给我组了十几个CP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CP体制 但是好像呢 只要我一跟谁同框 他们就开始磕 今天呢 我来这儿 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要是跟何广志 徐志胜 我们三个要有个同框 估计这个CP也没跑了 我这个CP名字都想好了 何至于此 其实浪姐对我影响特别大 以前上节目 大家都让我唱体面 现在走到哪儿呢 都改让我跳舞了 我一听到跳舞这两个字 我的应激反应了 就连今天来讲个脱口秀 李旦都跟我说 说文文姐能不能来跳点舞啊 我说跳什么舞啊 跳脱口秀大会舞吗 李旦 虎相伤害吧 好贺啊这个 我还挺怀念在那个浪姐的那段时间 虽然比赛我是都没怎么赢过 但是呢 最好的舞台 输掉也不是什么坏事 今天呢 各位选手其实也是一样啊 尽力去拼就可以了 输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呢 至少跟我没关系 谢谢大家 我是姨姨 嗨 大家好 我叫王世锡 一个没有心跳的室友老师 听着吓人吗 导演也不让我这么介绍 说太吓人了 我时候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这个呢 是人工心脏 走电的 不需要心跳 导演说 嗯 吓人的是数学老师 关于人工心脏 我在突围赛已经讲过了 运行得很平稳 非常安全 大家别害怕 就我在这个舞台上 唯一的优势就是心不慌 我这个是持悬浮人工心脏 最怕的就是强磁场 比如像电磁炉那样的电器 我就不敢靠近 学生为了庆祝我出院 特意安排了个聚餐 在火锅店 满满一屋子电磁炉 我一看 各位 这是要恩将仇报了 这是 恨我不死 我就要走 一看大家都很失望 我说 各位 咱们将心比心 许中说 比不了 你那心那么厉害 老师不行 你就在门口吃呗 我在门口 端着他们送出来的食物 看着他们远远的举杯 和我庆祝 我当时就想 我这是报应啊 没想到有一天 能被他们 撵到门口发战 当老师 有的时候会有很多坏习惯 在大家的印象中 很厉害 我这次来的时候坐火车 旁边一位阿姨 得知我是老师以后 对着自己的小孙子说 你老实点 旁边可是老师 我一看小汉哥那儿 挺可爱的 我说你闭嘴坐下 然后整个车厢就安静了 你看下来 就有时候老师 你要不严厉的话 真管不住学生 有一天我上课 刚画好图像 我说同学们 来 看一看这段开的图像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新函数 叫做分段函数 刚说到这 一个女生站起来哭了 就跑上去了 突然间 两个跟他挺好的女生 也站起来 就跟他跑了 我还问 我说 这个函数这么感人吗 不一会儿 回来一个女生跟我说 王老师你别生气啊 她和了三年的CP 刚分手 听不了分和断这两个字 问你把他给我叫回来 叫回来还没完呢 跟他 问你别哭了 没出息的样子 你停两天 老师马上讲复额喊书 就因为我好说话 真的 学生就掌握规律了 专门挑我的课去厕所 你感觉咋来这一天 就等我这节课呢 校长就找我说 王老师你得管一管啊 再不管 你们就上厕所 上数学课了你知道吧 我说 他请假 我怎么拒绝他 还拒绝 你学学别的班 那老教师为什么 人家班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去看了 老教师确实厉害 学生刚一举手 啪个眼神过去 澎湖下眉了 就别说学生 连我都一抖 这眼神太有用了 这个得练 然后我就回家开始练 对着镜子 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 要有突然的一下 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 我就想 再也没有人乘我这儿 可以上厕所 敢举手 我就杀一敬拜 刚进教室 一个女生举手 老师 我要去厕所 嗯 学的 他听不见呢 我要去厕所 刚上课 下课干嘛来的 下课帮英语老师批院子了 回课完了 瞪尴尬了 为班级服务 我说 去吧 老师天有点黑 他能陪我一起去不 哎呀 去去去去去去去 刷出去六个人 我说了几个句 干每一行都不容易 现在呢 因为我的伤口啊 就这个地方还有电线 它不能愈合 水有感染的风险 不能回到教学一线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这个机器能摘掉 重新回到课堂 毕竟 那眼神它不能白练嘛 谢谢各位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谈恋爱 现在大家谈恋爱都挺难的 都想找一个灵魂伴侣 但作为双胞胎 你让我花一辈子去找一个人 跟我有一样的星座 和上身星座 有相似的原生家庭 连衣服都搭得像一对CP 仔细一看 是灵魂伴侣吗 不是海尔兄弟 而且双胞胎谈恋爱 就至少会有一个人脑子很清醒 我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没法谈 因为我看着他男朋友 我只会想 我看男人的眼光这么差吗 所以他男朋友 问他一些傻话的时候 我就喜欢在旁边抢答 我男朋友问 如果我哪天对你不好 你会离开我吗 他不会 是因为有爱吗 是因为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你为什么爱我呀 因为他觉得你有魅力 那我的魅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他的想象力 炎姨你在我心中是独一无二的 你确定他是炎姨吗 我当然确定了 你再想想他是炎月还是炎姨 炎鱼 而且现在谈恋爱真的好危险呢 我们刷微博发现 好多女明星碰到了海王 结果影响他自己的事业 就感觉现在谈恋爱啊 得跟个HR一样 给人做被调 不做被调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调着 打给他前任 请问他在你这儿是离职了吗 是裸辞的吗 然后啊还得在朋友圈发个公示 我计划五个工作日以后 跟此人交往 要是这期间有女孩来捶他 我就只能说 姐妹我们都拉黑这种人吧 我有个前任人挺好的 要不我内推给你吧 我现在心动啊 都不是发出心动的信号 是发出令人心动的offer 我们现在经常刷到那种 短视频恋爱博主 教你怎么样让人上头 但因为是短视频 所以他们教的技巧啊 都特别的简单粗暴 比如如何一张嘴就搞定对方 怎么要一张嘴就搞定对方呢 我是在相亲的同时做核酸吗 谢谢大家 谢谢演艺演员 大家好 我是孟川 比赛淘汰真的太残酷了 但私底下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去年双胞胎想演话剧 我还给人家出主意 让人家演真假美猴王 其实每年比赛完了 我们都会受到好多的私信 有个网友跟我说 川哥 我特别想看你的演出 但是我这个地方交通特别不方便 没通高铁 所以你可以修一条高铁吗 而且还有好些需要我转达 比如说你可以让杨丽多休息吗 你可以让李丹少喝酒吗 你可以让庞博立了婚娶我吗 我搞不懂 为什么让人家结了婚的离婚 效果这不那么多现成的吗 而且甚至有了谣言 前两天有粉丝发 说看见我和我老婆在沈阳机场 传着传着就成了 看见了我和我沈阳的老婆 后面更离谱 传着传着成了 看见了我和我小沈阳的老婆 我都怀疑这个网友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想让我离了婚娶她 其实有些谣言传着传着 就会变成了迷信 比如说有个地方说 孕妇是不能参加别人的婚礼的 因为孕妇带小人 所以我一个哥们 他未婚先育的妻子 没法参加自己的婚礼 我们就看着新郎在台上 跟四姨交换戒指 一个外地的同学还说 你没老家事啊 开放包容啊 还有个朋友在问新娘 说你在干嘛呢 新娘说 在等老公结完婚回家 我们俩的习俗是 新娘在上婚车之前 脚不能落地 你们也看见我这个体格了 肯定抱不动我媳妇 多亏了我一个哥们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她从她的车后备箱里边 推出来一辆轮椅 我推着我媳妇 经过小区门口 邻居还说呢 小工厂长得真挺好看 要不是贪了 也不至于找这么个老公吧 但我平时真的特别喜欢 看那些谣言和八卦 爆料的人有时候 还用那些人名的缩写 但是脱口秀圈就没必要了吧 一共就这么点演员 你但凡上过小学会拼音 你就知道YYYY拼出来是 演一演乐 我的缩写是MC 如果在沈阳机场那个事 用的是缩写 我觉得一帮RAP 可能帮我顶包 而且我在笑我的人员 真的挺好的 因为平时他们喝多了 都是我送他们回家 他们也不敢对我不好 因为他们喝多了 说的话我都记得呢 本来也不这样 有一次我送诚哥回家 第二天他就问我 说川 昨天我说什么了吗 我就想 这领导点我呢 等他以后就开始记 有时候他说太多 我都记不下来 我就直接打开 那个手机录音机 第二天发给他 整理好的随意记录 现在他们对我 越来越好了 我之所以能清醒 是因为我确实不能多喝 上次喝酒 有几个朋友就拦着我 不让我喝 我说那新认识的朋友 不值得多喝一杯吗 他们说值得呀 但这也不是咱们那一桌呀 他们就怕我喝多了 在人家桌上 跟人家掏心掏肺 但是酒桌上 真的特别特别适合谣言 没酒加油嘛 我觉得谣言的顶峰 就是CP文 去年我写了个CP文 有人出高价 让我把这对CP写到结婚 说实话 那个价格让我心动了 去年还想 这什么脏东西 现在这就是人民的艺术 甚至想一直写 就写成黄昏恋 我觉得谣言之所以传播 就因为符合人心里的想象 你们想想三十年以后的 徐志胜和何广之 徐志胜 徐娘半老 头发凸到了只剩下了刘海 风轻轻一吹 白色的头发绽放成了一朵蒲公英 广之看着他 想起了蒲公英的约定 广之颤颤巍巍的用手 把散了的头发重新捋成一捋 对志胜说 志胜 夕阳红都没有你的脸红 是不是听谣言可快乐了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在生活中 不信邀不传邀 如果你们实在忍不住的话 记得给我发微博私信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快点进去了 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你们有没有发现 理发师特别爱劝别人烫头发 如果你们没有发现的话 应该看得出来 我这个人很听劝 其实刚开始烫完这个头发 我还挺满意的 有一个瞬间 我就发现这个事有点不对劲了 我发现理发师烫完头之后 他不敢跟我对视了 对对对 我也对 是到结账的时候 我就确定了这件事 我问他 我说今天烫头发多少钱 他说小北今天烫头发钱 就不管你要了 我说这么丑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说这样吧 我也不太好意思白烫头 那个我帮你发个微博宣传一下吧 他说小北 开个价吧 我跟你说我们全家人都是这样 就是特别听劝 但是对于消费这个事 真的是听人劝被人骗 我奶奶最近跟我聊天 说孙子 我买了个老花镜 这老花镜啊 老花钱了 我说多少钱啊 他说这个老花镜花了我两万 我说怎么奶奶 这个老花镜是能看到我爷爷的私房钱吗 然后我就说这个眼镜好用嘛 他说这个眼镜非常好用 正常看的时候啊 是没有度数的 越往下看啊 度数越高 我说奶奶 这个老花镜好是好 是不是显得这个人有点太傲慢了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奶都这样 我看看哪个孙子来了 所以现在导致我 特别提防这种消费陷阱 每次这个客户 给我订那种星期酒店的时候 我都小心翼翼的 一开始住那种星期酒店啊 特别的不适应 真的非常不适应 一般都会有个门童 帮你开车门嘛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那门童特别热情 帮我开车门 当初弄得我都紧张 我赶紧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把门关上吧 那个车里面另外三个人不出来 这是顺风车 非常热情 帮你拿箱子拎包什么的 然后弄得我都特别紧张 有点局速 我不知道怎么 突然就说出一句 我说你们这平常给小费吗 他说有给的 我说那我不给的 而且每次住这种酒店的时候 客户给你订酒店的时候 都会喊早餐 我以前不吃早餐 不是因为我懒 是因为我以为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 有我就一定要吃 有一天我熬一熬到五点 看了一下表 六点半就开餐了 我咬咬牙 去吃了顿早饭 那一天过得怎么说呢 就是 又撑又困 而且我平常吃那种早饭 从来不注重什么营养平衡 但是吃那种自助早餐的时候 我说我觉得每样我都要吃一点的 光喝的我就要点三杯 我要点一杯橙汁 点一杯牛奶 点一杯咖啡 喝不动了还得劝自己 小贝 要鱼呢 每次都会吃巨多 有一次的给我吃断片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服务员跟我说 先生你住哪个房间 我们给你送回去吧 我说你等会儿 再给我拿两杯酸奶 而这种酒店啊 有很多那种消费陷阱 有一天我在那个房间里 吃外卖的时候 吃着吃着特别想喝可乐 就那种等不了的想喝 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 就是房间冰箱里有一个可乐 然后打开点盒 感觉特别好喝 喝着喝着我又发现不对劲 我发现那可乐罐后面啊 贴了个48的标签 我当时想什么可乐这么贵啊 48年的可乐吗 当时那个饭我都吃不进去了 赶紧把衣服穿上 准备去楼下超市 买罐新的可乐补进去 及时之损 我真的是低估了酒店的消费能力 同时也低估了他们的执行力 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冰箱里有一罐崭新的可乐 当时我就完了 被发现了 然后手里边拿着一个三块的可乐 也喝不进去了 我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然后第二天退房的时候 我说我今天退房 他说先生 您昨天消费的一瓶可乐是48元 我说是这样啊 昨天我买了罐新的可乐 然后放了进去 然后我们俩又沉默了 显然他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当时我心中还有一次窃喜 我说将军 沉默了十秒之后 然后前台跟我说 哎呀这样吧先生 那个我们还是照常收您48元 然后呢我们再退您三块 我跟你说 现在这种消费陷阱真的是太多了 搞得我们现在消费者很被动 我觉得我们应该掌握主动权 不能等骗子来骗我们 要主动骗自己 要跟自己说吃亏是福 我以前怀疑过这句话 我说吃亏是福 那不吃亏是什么呢 现在我有答案了 不吃亏是不可能的 好 接下来 谢谢大家 我说没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乔鹏 是名脊柱外科医生 来自上海长征医院 上一场 突围赛呢 非常的残酷 残酷的让我这个医生 都觉得 有点看不下去了 五十多个人呢 一半就没了 关键是 还只有四个复活名额 咱就是说 我们医院的复活名额 都比这儿的多 上场的晋级呢 非常的侥幸 所以今天我就 非常的紧张 毕竟 我能够打败的 都已经被淘汰了 还挺幽默的 我呢 是2001年考入的医学院 那个时候 我们老师就成天 跟我们吹牛 说 21世纪 是生物的世纪 听得我们热血沸腾 到后来我才发现 好像各行各业 都是这么说的 这就好像 李淡每次老师说 人人都能说五分钟 我就觉得 也没有过去的依据 也没有现在作为基础 直接就给你画了个饼 那么其实呢 很多人 我知道对我们医生 都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曾经有一个 很壮实的大哥 一进来就说 曹医生啊 你给我看看 我是不是有脊柱侧弯呢 我说你带片子了吗 那大哥说 没有 你就用眼睛给我看看 我说是这样啊 医生眼里有光 但是那也不是X光啊 何况你这体格是吧 那大哥真不含糊 背心一撩 露出一大肚子 啪一拍 说那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用手摸摸 我说 我说你是不是挤出侧弯 我真不确定 但是咱们这个脂肪杆 看上去快十个月了吧 那对医生的刻板印象呢 其实也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大家 如何选择医生的标准 你比如说 有头发的 和头发少的 那大家肯定会选择 那个没头发的 那没胡子的 和有胡子的 大家肯定会选那白胡子的 可是论长相呢 磅礴和智慎这样的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选择智慎 因为智慎看上去 更像是靠自己实力上来的 有点偶像派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 如何才能判断一个医生 他到底靠不靠谱呢 在这里 我给大家三个建议 第一 你要看他交流的方式 如果他上来 也不听你怎么讲 就知道拉着你开药 拉着你的手就说呀 来着了家人们 这个药的价格 我已经给你打下来了 别的医院都没这个价 那我一看 别的医院确实没有这个价 我们正规医院 也没你这个药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看他 看病的方式 如果医生上来 对你的病情 循序善诱 而且很仔细地看你的片子 那我觉得 他的基本功 至少是扎实的 而且对自己的专业 非常的信任 如果这个医生上来 他只看报告 不看片子 那说明 他对出报告的这个医生 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么最后呢 要看同行的评价 如果想了解一个 外科医生最真实的水平 你最好找到 他那个医院里的 手术室的护士和麻醉医生 那么这个外科医生 做手术是行云流水 还是心浮气躁 他们最清楚 当然 各位就别费心巴拉地 去打听我的了 我出来之前 都跟我们护士交代过了 咱们得低调 如果有人问 你就说 我们医院没有曹医生 只有一个会讲脱口秀的曹主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曹鹏医生 谢谢谢谢 大好 我是子浩 很开心啊 终于进第二轮了 你们也知道 我是被复活回来的 然后你知道复活之前 我还在那个淘汰间里面 肆意地跟其他选手 埋态这个节目 我说这个节目真垃圾 那是他们啥也不懂 随便几个灯 就否定我们一年的努力 然后李旦宣布 我要复活 江慈昊 我说 但这个节目 还是有它可取之处 这个李旦搞不好 还懂一眼脱口秀呢 看来一点没做节目的 这是我第五年参加节目了 大家知道 这个节目最残坤在于什么地方吗 就是很多我们这帮演员 一整年也就上这么一个脱口秀类型的节目 你在这里表现不好 就会给观众留下一个 一整年不好的印象 对吧 我去年就是这样 人家看到我就会说 你知道他吗 谁呀 就那个脱口秀大会第一轮被淘汰 那个 你看的是哪一季啊 每一季 所以 真的说真的 我有一个事情我想说很久了 真的很烦的就是 这个节目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每年都会有那么几个 第一次参加 就很优秀 很成功的新人 然后二十几岁 年少得志 挣大钱 他们的出现搞得现在很多人觉得 我混得很差 很失败 其实我只是 平凡而已 大家要知道 一个二十几岁 在一厢打拼的年轻人 平凡和普通 是常态 成名和报复 是变态 他们都是变态的 有问题了 是他们好吗 真的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可以年少得志的 而且 该说不说 你们以为年少得志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年纪轻轻 直接得志 是很容易出大问题的 你们看那些 因为太红了 最后扑干的明星 还少吗 你看那谁 那谁 还有那谁 当年 他们哪一个人的名字 说出来不是响当当的 而现在 我甚至都不能在这里 说他们的名字 你看有名的人 就是离谱的 不用我说名字 你们真的都知道 是谁了是吧 你看我就不一样 我的名字 就可以大声随便说 我叫江子浩 但是谁又在乎呢 没有人在乎 真的很多人还问我 说子浩 你怎么这么坚强 我这不是坚强 这是正常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正常就是应该 像我这样的了 哪有这么多钱的 我们的生活都是 想吃得好一点 就住得差一点 想住得好一点 就吃得差一点 拆东墙 补西墙吧 还有一种人 比较幸运啊 不用拆过来补过去的 因为他老家的房子 四面墙都拆了 要他房 就他这种房 知道了吗 那谁 所以我这样的人 我真的很难理解 那些年少得志的人的生活 他们租个房子啊 也非得租那种酒店式公寓 还要有24小时的中央空调 干嘛 你的青春这么燥热的吗 二十几岁的人 不可以开风扇的吗 风扇也很凉快的 好不好 不够的话 你睡凉席啊 你风扇开三档 睡在凉席 吹一晚上 也会感冒的 坐飞机也是 非得坐头等舱 商务舱 二十几岁的人 不可以坐经济舱的吗 经济舱也能到达目的地的 等级迟到晚 也会有广播找我的 你说头等舱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告诉我 啊 头等舱那个氧气面罩 是可以吸走经济舱的氧气吗 我是想问你 头等舱是不是有个按钮 按下去可以让经济舱颠簸一点 不是吧 没有 头等舱 无非就是多给你一双一次性拖鞋 这种东西你自己带着就好了吗 所有宾馆都有的 而且都是可以免费随便拿的这种东西 随便拿的 又拿出来一直到纸 还可以带到纸了 至少也要跟小鹿PK了 我要跟小鹿PK了 太猛了这个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多人心里面觉得我这个人已经疯了 觉得我身心病是吧 你们觉得我就是嫉妒他们 对啊 我就是嫉妒他们啊 二十几岁的人就是会激动别人的了 很正常的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朋友们 非常感谢 大家好 每次为了上台讲五分钟话 我得在后台化俩小时妆 刚才我还问化妆师说 天哪 我们靠讲话示范的人都要化这么久 那那些靠颜值示范的人得化多久呀 他说不用多久 人家长得好看 化妆师太狠了 每次跟我化妆都说 你这个眉毛不行啊 遮掉重新化 鼻子不行遮掉重新化 嘴巴不行遮掉重新化 之后基本就是把我整张脸全盖上 再另起一张脸 感谢化妆师啊 谢谢他们给我脸了 就他们给的这张脸啊 是真厚啊 上面起码糊了 水精华乳液 面霜妆 妆前乳 隔离粉底 遮瑕散粉 定妆喷雾 眼影眼线 睫毛高 鼻影侧影眉粉 腮红 口红 高光 一段脱口秀罐口 包装名献给大家 十九层 我的天哪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的脸现在卸完妆啊 只有这么大 在我的脸上 要是有只蚊子过来 叮一口 它会当场崩溃 叮完就 这人是死了吗 另外一只蚊子 在我脸上一边拔腿 一边说 死没死 不知道 但这个女人 我是陷进去了 真是啊 女孩子 我们现在化了全装 还不满足 我们还要用美颜相机拍照 你感觉美颜相机 看到你脸的瞬间 都困惑了 说哎呦 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化了全装 还要用美颜相机拍照 这种操作就特别像 咱们小时候那种学霸同学 考了个一百分 还要拿着那张卷子 去找老师 老师 请问我还有什么 可以努力的地方吗 其他同学都看不下去了 说同学 你要不努力做个人吧 真是 现在化妆太卷了 我们出了化脸 然后开始画发际线 画锁骨 画腹肌 所有的美妆博主 还不断地告诉你 女人 你的头发是你的第二张脸 你的后背是你的第二张脸 你的胳膊肘是你的第二张脸 反正女人从上到下 除了第一张脸 全是第二张脸 你要不捣齿 那你就是给脸不要脸 为了强调化妆有多重要 美妆博主 他们经常画着一个 非常精致美艳的妆 跟你说 姐妹们 其实我卸了妆 也只是相貌平平哦 哇 好巧 我化了妆 也只是相貌平平哎 我要是努力自己化 还能低人一等呢 早知道现在化妆这么重要 为什么要让我们自学呀 它应该塞进我们的必修课呀 对吧 那我这种手残的小孩 应该从小就会被老师骂说 小陆啊 你怎么又脱妆了 这给你化给我化呢 我说了多少遍 妆前要补水 妆后要喷雾 这么简单的口诀记不住 你真是我带过最难看的一个学生 还好意思哭 你现在好好画 将来好看的是你自己呀 我在想 你说我们化妆这个事情 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对吧 会不会到我80岁那天 为了优雅的老去 我还得哆哆嗦嗦地给自己化妆 对着那个镜子 画得差不多了 三分定个妆 都没了 哎 不错 看看今天画得怎么样 哎呀 太近了 哎呀 不错 至少年轻了10岁 哪不对劲 哦 假牙没带 哎呀 假牙得带呀 视频里都说了 假牙可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小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智圣 我是智圣 哎呀 最近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智圣 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这么快乐 我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笑起来特别夸张嘛 真的 我这样都只是我在微笑 就是我在那站着不动都会有人过来问我说 智圣 你在这儿热啥了 我真的就是傻了 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家是22岁才装着空调 夏天真的很热 你也没什么办法 你去游泳 水深 在外面火热 有一次给几个火热啥在外面热的受不了了 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热 咱们不如就跑起来 跑起来就有风 有风不就凉快了吗 真的 大家听了可兴奋了 跑得可快了 跑起来是真凉快 但停下来是真热呀 所以就得一直跑 有个小孩都热懵了 给我说 说智圣 我头疼 我是不是中暑了 我说不 你应该是着凉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越跑越热 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 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明白 这个动能转化的风能 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 越跑越凉 它都不符合能量守核定律 你一旦听说之后 跟我说说智圣啊 你就是傻 你就应该在那别动 让别人围着你跑 真的我听完 我说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啊 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啊 我在仔细想了想 我说这不就是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 我们努力奔跑 李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李旦匡匡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李旦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啊 关键是他还在那啊 跑得快地拍个灯 跑不动地换个人 这是什么能量守核 把我们的动能全转化成他的无能 有人就问说智圣 你们老这么跑身体受得了吗 我说没事 幸好我们有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喝完还能接着跑 但我还是挺珍惜的 我这个普通话能念商务 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就给大家聊聊我的普通话 就我这个普通话 这么不好要追溯到我的小学 因为我的小学运营老师 他不是正规的师范学校毕业 他是在我们小学毕业 然后就留校任教了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学过拼音 他教我们拼音啊 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教 他在教我们这个平翘蛇的时候 就是这个支撕师和支撕师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说来来来 同学们同学们 我们今天啊 来学习一下这个翘摄影 学习这个翘摄影啊 你首先要把这个石头卷起来 就把这个石头卷起来 才能把这个巧摄影 而且我们老师 他只要把石头卷起来 轻易就不会放下了 真的 我虽然普通话不好 但我大学是辩论队的 那个时候每个 就是在学院里嘛 当时是每个班都要组一个辩论队 最少四个人 我班报名三个人 班长应邀我去参加 我说你疯了 我这么说话 你们都听不清楚 还辩论了 他说对啊 这时候你想我们听不清楚 是不是对方也听不清楚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辩论 我是二辩 普通话贼不好 但我声音贼大 气势贼足 就给对方一种感觉 就是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就是听不清他说了啥 你的对方二辩 只能站起来说一遍 说对方二辩 请你站起来再说一遍 我说二辩 我是二辩 不说一遍 真的我很怀念以前没有空调 说着不标准普通话的日子 现在的日子我也很珍惜 真的快乐其实真的很简单 但普通话太难了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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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